不要, 真是不關我的事 我不想的 不要 發生什麼事?綠竹子 綠竹子, 我剛才發了夢 我夢見自己困在我買的舊樓裡面 不知道是不是日久失修呢? 那裡真的很恐怖 那真的很恐怖 其實如果樓宇不做好保養 真是隨時恐怖的鬼屋 樓宇保養 不單對自身住戶安全有影響 亦對整體環境保護都有一定作用 所以真的不能輕視樓宇保養的問題 那我們現在怎麼辦? 跟我來吧 好像外牆過了適當的年期 就要維修和粉飾一次 而食水管要定期檢查有沒有滲漏 確保沒有浪費食水 升降機最少每個月清潔和檢查一次 還要每年都要大檢查 防衣門最好每一至兩天做檢查 每年都為消防系統做檢修 每星期都要看看排水出口 每五年就要由工程師檢查一次 原來做業主真的有這麼多工作 不如我明天過了樓給你吧 就這樣吧,拜拜 不要睡著 樓宇維修保養得好一點 不單可以減少重建需要 避免拆樓時產生的大量廢物 更加令到建築物可以持續發展 碳排放少一點 這樣對整個環境當然是好一點 你不要睡著了 聽我說話吧 防衛进公刀